在勇士对正公牛的比赛中,低迷了几场比赛,的唐普森终于迎来爆发,全场出场26分钟,29投18中,三分线上24投14中,狂卡52分5助攻,还打破了由护里保持的单场实散季三分球的记录, 而勇士全场24级三分,半场92分也同样打破了对时的记录,唐普森能创造属于自己的记录,除了自己火热的手感外,还得感谢一位队友,他就是库里,新赛季的开局,库里的状态非常火爆,而这场比赛当神的爆发,并不是因为库里的状态下滑,相反全场比赛库里投篮有投击中,拿到了23分, 8篮板5助攻,命中率相当的高,但却只有9次出手,其中的原因不用说也明白,尤其是在第三节,面对唐普森将要破掉自己的记录,库里非常的无私, 不仅拼命的抢篮板,还不停的给克莱掩护,为球,第三节库里选择了0次出手,由于球队的灵魂球员都这样做了,其他球员很多时候也在给克莱创造机会,9年杜兰特本场比赛也只有9次出手, 这就是库里领导下的球队文化和氛围,而同样是面对队友将要打破纪录的时候,欧文的表现却有点截然相反,欧文还在骑士的时候,在一场骑士主场迎战,正开拓者的比赛中, 勒福开场就手感热的发烫,手节仅4分钟就看下了20分,看到勒福手感这么好,詹姆斯单节7个助攻,不停的给勒福喂球, 在手节后半段,勒福拿到了3,4分时很有可能打破汤普森的单节37分记录,而这个时候库里额文却再也没有为勒福送出传球,反而是选择自己强突拉下, 最终勒福的单节得分,只能定格在34分,一支球队的强大,并不是巨头的简单叠加,上赛季的梅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, 而勇士的真正强大之处,在与他倡导的融洽无私,乐与分享的球队氛围。